我现在公滩古镇已经带大家看了千里乌江 百里画廊 刚刚下过一场雨 乌江边上 山间仙气渺渺 正打算前往蓬水的赤油 久离城 雨越下越大了 所以没坐船 公滩古镇的古建筑群 川主庙 从这个台阶上去 就到公路边了 下雨天 路面湿滑 上来之后 直接看到了蓬水的大巴车 是从这上车吧 走 坐车 坐车 太方便了 从公滩古镇到蓬水也需要两个小时时间 坐在大巴车里 一路都是江线 又经过了一个村落 下面有篮球场 对面的山脚下 有一大片房子 又是一个村落 经过一座大桥 经过一座大桥 当公滩古镇坐了两个小时的大巴车 终于到达了 蓬水线 这就是客运站 周围高楼大厦的 楼都是依水而建 下面是乌江 发现在我正对面 还有一座塔 这应该是一个观景塔吧 赤油九离城 在这个方向 距离客运站 约七公里左右 路边吃碗炸酱面 真香 广场对面有公交车 直达九离城 819路公车 直达九离城 上车 票价一块 这是乌江大桥 交汇处这里 就是两江大桥 这就是游客中心 九离城 哇 好多的旅游大巴车 也停到了这里 下车了 停车场上还看到了 重庆的大巴车 这边是游客中心售票处 减票处 九离城的入口 花九十块钱买票 带大家上去 好好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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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